最近一批新队员加入了大连式消防队伍中 他们叫做消防机器人 将与消防队员们并肩作战 参与火场救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新队员们都有哪些本事 继而拖拽水袋向前推进 新来的队友看着貌不惊人 像个大号的玩具车 身高只有一米出头 但牵引力强劲 可以同时拖动两条40米水袋前进 在消防队员的操控下 可以轻松地完成执行 避障 喷零等各项动作 新队员具有钢筋铁骨的先天优势 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危险场合 它最长遥控距离可达200多米 在一些有毒高温的火灾救援现场 可以冲在最前线 能有效避免消防队员伤亡 此外 它还配备了360度红外视频采集系统 可以深入险地毫无遗漏的传递火场环境信息 记者了解到 我国部分城市已有成功应用消防机器人的实战经验 去年7月 福建龙岩一家企业厂房发生爆炸 现场龙岩滚滚 含有有害物质 当地消防部门就派出了消防机器人上阵灭火 据介绍 大连市第一批消防机器人共有7台 虽然至今还没有投入实战 但在一场大规模的消防灭火演习中已经出现身手 消防机器人除了可以在有害气体泄露 建筑物易坍塌等事故现场打头阵 还会在隧道 坑洞等场所的抢险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